那接下来看一下呢 他呢当年度运收账款收限的金额有281万 然后冲销的坏账有88000 然后冲销的坏账呢又收回来有29000 好那这是2017年所有发生跟运收账款有关系的交易事项 那第一个呢他要我们写这些分录 好然后呢假设没有任何的现金折扣 好因为题目上面也没有告诉我们有现金折扣的一个条件 所以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做所有的分录 拿这些分录就假设应收 这个销货呢没有产生现金折扣 所以第一个他既然说销货有产生奢销 奢销的话呢我们就产生应收账款 好我们现在在讲 Problem的8之1A 如果比较晚到的同学就知道我们在讲什么 然后呢我有产生的是Sales Revenue 销货收入3315000 好第一个问题要我们把上面这些交易呢都写成分录 好那第二个他告诉我呢 他的收线吗 第一个是销货 销货退回 所以我产生的Sales Return and Allowance 好金额是5万块 好所以代方呢就是我的应收账款 好应收账款就要减少因为产生了销货退回 然后另外呢他告诉你当年度收到应收账款的现金呢有281万 所以借现金281万代应收账款 好 Accounts Receivable 好我先按照他所有的给我们的要求 做一次然后再来第四个 然后再来第四个 他给我们的交易呢是 他发生了冲销呆账88000 所以他是借贝底呆账 好我们看一下他的科目是用什么 Alawless for doubtful accounts 好我完全按照他的给我们的科目来写 88000 代季应收账款 好这是账款收不回来我的冲销 好第五个 我已经冲销的账款又收回来 好应收账 已经冲销的账款又收回来的时候 第一个我们先把原来的科目 我冲销的时候分路颠倒过来 所以原来冲销是借贝底呆账带应收账款 所以我又收回来的时候先把应收账款 跟贝底呆账 冲销倒回来 好我又收回的金额是 29000 好借应收账款 贝底呆账 好收到冲销又收回来 一定要收到现金才算 所以我立即又借了一个现金带应收账款 29000 好这是冲销的账款又收回来 我们的分路 好那这是第一个小题要我们做的 就是把上面这些交易 有五项的交易 把它写成交易分路 那第二个呢我们就要什么 就要去算他的 就是要做这个T字账 那T字账呢 他不要我们每个科目都去做 他只要我们做两个 应收账款跟 贝底呆账的T字账就好 因为我们要算出 这个当年度2017年的交易之后 我的余额是多少 所以呢我们做T字账 应收账款 请你记得 应收账款跟背底带账都是10账户 所以我们在做T字账的时候 要先把上个年度的 期末的金额当做 不是当做 截转下来 是2017年的1月1号 就是2016年的12月3月1号的 余额有96万 好 好然后呢 我也写一个背底带账的 好 Allowance for 1月1号 2017年的1月1号 就是2016年年底的金额 6万6千 好 请你记得 当我写他的 分类账的时候 要把上个年度 期末的金额 截转下来 然后接下来 我们就把上个 2017年初有发生的交易 只要跟应收账款 背底带账有关系的 都过账到这个 两个T字账里面 因为要算出 他的余额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第一个 一开始 他产生借方的 330亿万5千 好 第二个呢 他我们的 销货退回的时候 我有产生 代方的5万 这是我过账 好 所以你要不要写他的 那个交易的 带号都模仿 好 但是你就知道 这是我过账来的 第三个 我收到 运收账款的现金 是281万 代运收账款 然后再来呢 我冲销了 带账 有88000 借 这是第四 这是第三个交易 然后第四个交易 我借贝底贷账 88000 然后贷 印收账款 88000 好 那第四个 第五个分路呢 我借印收账款 贝底贷账 好 第五个分路 借印收账款 29000 贷底贷账 好 第五个交易 29000 然后再来 我马上又借现金 但印收账款 好 我就把上面的交易分路 过账到 印收账款 跟贝底贷账 这两个科目里面了 好 所以呢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 第二个小题 叫我们算它的余额 好 它的余额 好 调整前呢 就是印收账款 在年底的金额 好 请你记得 印收账款 理论上是不会产生贷方的余额 所以呢 你可以看一下 一开始是 96万 加331万5000 然后再来减5万 我可以把借方都加起来好了 这样比较不会乱掉 好 加29000 借方 好 减掉贷方 5万 281万 88000 29000 所以我的余额是 1327000 好 这是 这些交易过账完之后的余额 是1327000 好 那这是 印收账款的余额 好 那当然 为了安全起见 你当然就是最好 重复算一次 好 因为免得你按错了 好 你的观念都对了 最后的结果 就是因为你记得 你按错了 整个答案就错了 那不是很冤枉吗 好 所以呢 我们应该就把这个 安全起见 我还是要再算一次 加一次 减5万减214 8万 减掉 88000 好 所以呢 1327000 没错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背底待账 原来有66000 加上29000 减掉88000 所以我产生的借方余额有 待方余额有7000 好 这是待方余额有 好 那这是第二个小题 要我们做的 把上面的交易分路过账到 运收账款跟背底待账里面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来做他的那个 待账费用的调整 调整分路 2017年 那他待账费用的 呃 估计方式呢 是根据什么 帐龄分析法 好 那帐龄分析法呢 他这边讲说 他预期 他会有 呃 运收账款里面有 12万5000 收不回来 换言之 他没有让我们自己 逐笔去算 他只告诉我 根据帐龄分析之后 我这个估计 背底待账 调整完之后 要有 两 12万5000的 待方余额 好 所以我这边写下来 调整完之后 要有 12万5000 这是他上面告诉你的 好 12万5000 根据帐龄分析法 我认为调整完之后 他的余额 背底待账 要有 12万5000 因为我估计 应收账款 有12万5000 收不回来 好 所以我们就要做 他的调整分路 好 金额 我们要做的分路的金额 好 所以第 接下来呢 这是第西吗 好 西呢 我要做的 调整分路 借 好 你可以看 调整前我有7000 调整完之后 要有12万5000 所以我要调整 11万8000 好 所以呢 我的分路 就借 呆账费用 11万8000 戴背底待账 这是第西 好 要我们做的 那最后呢 他问你说 呃 有关于应收账款 好 他的这个 哦 这个应收账款周转率 这个我们还没讲 好 应收账款周转率 我们还没讲 我们待会再来看 如果这个例子 所以我们待会这个例子 先留着 应收账款周转率 怎么算 好 这是至少 A B C 都是我们可以做的了 那第一呢 这个问题呢 我们等到呃 讲完应收账款周转率 之后我们再来看 这个例子的D 怎么算 好 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好 这是 Problem 8-1A 好 那就根据我们上 呃 这个 上个礼拜 跟上上礼拜 讲的东西呢 做一个整 整理下来的资料 呃 那个做法 处理方式 好 那如果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好 有没有问题 一定要 一定要自己动手做哦 你看我做都觉得很顺畅 对不对 好 那当然 可是你自己做 不顺畅就会有问题了 所以你一定要自己练习 自己动手做 那所有的呃 观念 你才会什么 才会有呃 整个思考一下 到底他的逻辑在哪里 那该怎么去处理 好 这个是呃 练习的目的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如果这里地方呢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接下来要谈 我们上个礼拜呢 其实有谈到 应收票据 好 那我们说应收票据 它基本上会有两个日期 好 一个是发票日 一个是到期日 那说票据本身呢 呃 我会叫应收票据 本身一定是什么 本票 或者是会票 好 那支票 它不是一个 它虽然也是票据 但是 我拿到支票的时候 然后我不会叫做应收票据 理论上票 支票呢 它就是一个现金支付的工具 所以支票本身就一个日期 支票的日期就是到期日 照理说也是发票日 也是付款日 所以支票既然是 那个付款的工具的话 它理论上是集期的 好 那我说台湾有比较特殊的 呃 这个习惯 好 我们有开远期支票 那如果你拿到的是远期支票 对不起 虽然它叫做支票 因为它的到期日还没到 所以你还是可以把它列为 应收票据 好 所以我讲过了 但是如果你看到原文书 它告诉你 这是一个checks 支票 它一定都是集期 但是如果你看到中文书的例子 它如果没有告诉你 那个 它通常中文书会告诉你 它是远期支票 就会特别讲 这是远期支票 那如果没有强调远期 它就是一个支票的话 它只讲支票的话 你也把它当作是一个现金 它不会是一个 应收票据 不是Notes Receivable 好 所以要去了解一下 它写的文字的意思 好 那我们上个礼拜已经看过 应收票据呢 因为它会有两个日期 可是发票一个到期日 所以我们当初的讲 你要去认真去数哦 如果它的发票日是5月1号 告诉你说120天后到期 那你说120天 大概就是4个月嘛 好 那5月1号加4个月 那9月1号 对不起 它一定超过120天 所以它如果告诉你 到期日是发票日之后的几天 那你要以每个月5月去算哦 尤其像今年2月份有29天 不是28天哦 所以你 如果是今年 好 你的日期 你的那个票据有跨过2月 2月底的话 那你要记得2月29天 2月29号有这么一天 所以你要把它算进来 还是一个日期 好 所以 你要看它票据的到期日怎么写 那比较干脆一点就是 我发票日是哪一天 付款日是哪一天 那就很简单 但是如果没有告诉你说 我付款日是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而是说发票 见票日后 或者发票日后的几天或几个月 那你就要好好的去算 好 这是第一个 告诉你到期日的问题 那当然第二个 票据因为它通常不是集期 所以呢 它很有可能是有利率的 好 也就是说 票据上面会有一个利率 那它的利率的计算 好 如果大家还有印象 我们在讲调整的时候 有说到印收 印记款 印记事项的调整 那其中我们有举过例子 就是它的利息的计算 好 它如果告诉你是 发票日后多少天 是付款日 那利率是多少的话 请你记得 它既然是告诉你多少天 120天 那如果没有特别强调 你一年是几天记的话 请你记得 一年都是365天 好 除非题目上面有夸服告诉你说 请你用一年360天来计算 好 那但是我先告诉你说 我们的书 绝大部分 因为方便 好 不是方便 为了计算出来 不会有那种算出不尽的小数点 所以它通常会用360天来计算它的利息收入 但是这是我们书上为了让它的数字比较好看而做的悬疑之计 但是如果你在外面参加考试或者是你到了职场认真在算利息的时候 请你记得 一年是365天 好 我们的公认会计准则 台湾的一般公认会计准则也规定了 一年是365天 好 只是我说 我们的书 为了方便计算 就让它计算的数字是比较整齐好看的 它才会有一年是130天 好 如果 未来如果你在做习题 尤其是你参加外面的考试的时候 如果没有特别强调 一年是360天计算的话 请你记得一律都用365天 你不要想说 这样计算出来数字不好看 又除不尽 然后它又有小数点 所以我就用整数好了 那就错了 因为我们的公认会计准则已经讲得很清楚 一年是365天 所以我再三强调 这个通常我会一讲再讲 就是大家很容易发生的错误或者是迷思 但是呢 也很有可能 还是会有人继续有这个陷入这个迷思里面 所以我还是 但是就是还是我能够强调的 能够提醒的 我会再跟大家说一下 好 所以应收票据 我们要谈的事情 其实它期末也要做调整 就要它评价 那平价也跟运收账款是一样的 好 所以这个运收票据 我们只是强调 运收票据怎么算它的利息 那这算它的利息 基本上来讲 我们在讲调整的时候都已经讲过了 所以没有太大的不同 所以当我的到期日的时候 我除了收到本金之外 我还会收到票据上面所记载的利率 该收到的利息 好 那这另外呢 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这个利息 很多人都会去 就搞不清 就是还会想错 假设这张票据呢 这个发票人 他说呢 三个月后要付我十万块 那利率是百分之十二 好 十万块百分之十二 每个月的利息 你可以去算嘛 三个月的利息 十万块 乘上百分之十二 除十二 然后乘三 因为三个月 所以等于说 我到期 三个月后到期 我会拿到的 除了本金 就是它的票面金额 十万块之外 我还要加上三千块的利息 那假设今天呢 三个月之后呢 这个发票没付钱啊 没有付钱 但是你要记得哦 我该跟他收的利息 还是要收 也就是说 我不能想说 他如果到时候能够还我本金十万块 我就很满意了 所以这个利息三千块就不算了 好 不算是你在跟他协调的时候 他说 对不起 我还不了钱 好 那你跟他说 好 我说歹说 好了 利息就算了 好 那你好歹把本金还给我 好 那你说 那好了 我就不承认这三个月的利息嘛 错了 在会计上面 该承认还是承认 你没有收到 那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这是两件事情哦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假设 好 假设呢 我的 我刚刚讲说 我在20 假设 2月1号 我收到一张票据 好 那个 10万块 利率12% 三个月的 nones 请问一下呢 那我假设呢 我在三个月 是不是我在5月1号就要收到钱 好 5月1号这天我要做到 做他的分路 第一个 5月1号我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先不管 我也没有收到钱 三个月到了 这张票据到齐了 所以根据这个票据上面的规定 或者是上面的记载 我要收到三个月的利息 所以我会先借 应收利息 Interest Receivable 应收利息 3000块 好 这3000块 你知道怎么算了吗 10万乘上12% 乘上12分之3 因为三个月 好 代方是什么 利息收入 Interest Revenue 利息收入 如果发票人付款了 我Collection了 收到钱了 那我就是借现金 10万03000 代计 Notes Receivable 因为原来我收到这个票据的时候 我的借一个应收票据 10万 另外 因为它收到钱了 债权整个要冲销 我的应收利息也要冲销掉 所以代计 Interest Receivable 应收利息 3000 好 这是 我这张票据 如期收到钱 如果没有收到钱 我叫Dishonored 好 就没有收到钱的话呢 请你记得 没有收到钱 我还是要跟他收啊 只是这个时候的应收票据 我就把它转成应收账款 所以我没有收到钱的话 我的分路是借应收账款 Receivable 10万03000 10万03000 一样呢 我要把应收票据充掉 10万 一样我要把应收利息充掉 好 因为我就产生什么 一笔的应收账款就好了 好 所以你可以发现 有没有收到钱 只差在什么 借方的科目 有收到钱 我直接借现金 没有收到钱 我要继续跟他要啊 我要跟他要 他就是什么 应收账款 好 这是课本上有举的例子 好 这是应收票据 没有收到钱的时候 叫Dishonored的时候呢 我要跟他什么 我还是要把分路照写 应收 我的利息收入 一样照样承认 好 只是没有收到钱的时候 我会产生应收账款 好 这是有关于应收票据的问题 应收票据在这里就谈到两个 一个是应收票据的利息问题 第二个 就应收票据 收到钱跟没收到钱的问题 就这样而已 好 所以这个出款里面呢 有关于运收款项的 讲得很少 不是很少啦 就有一些议题没有提到 所以他其实没有讲 运收账款 如果我去 去做另外一种的处理方式 比如去当做担保啦 或者是把它卖掉啊 像这种的话 这个出款里头都没有提 那会放在中款里头再谈 那我的应收票据 除了我到期在发票人付钱之外 其实我还有一种是什么 到银行去贴线 那这个地方呢 这个贴线的问题在我们的出块也没提到 那就留到中块再来讲 好 这是有关于应收票据的问题 好 那所以课本上面呢 397页 好 一样 就比如说我的应收账款 转为应收票据 5月1号 397页的 应收票据的 那个例子 好 之前有应收账款 1000块 然后对方开了一张 两个月期票 利率是2%的本票 好 到期日是5月1号 好 对不起 它的发票日是5月1号 好 到期日是5月1号之后的两个月 所以呢 你可以看呢 我是借应收账款 借应收票据带应收账款 在397页的 第一个分路 然后现在呢 有关于应收票据的 它的valuation 就是它的评价 那评价呢 也是跟应收账款一样 都采取近变现价值 换言之 它期末要都去估它的 背底待账 好 那背底待账的估计方式 也是一样啊 你可以有什么 应收票据余额法 还有什么 那个 这个 这个销获百分比法 当然 如果你的应收 通常我们会把 应收账款跟应收票据 合在一起 一起去算 好 一起去算你的 待账费用 因为应收票据 是从应收账款 转回来的 就说原来呢 你设销的时候 对方就是把东西拿了 告诉你说 好 我这个 几天之后再来 再来清账 他清账也有可能呢 他不会马上开 付现金 他就开了一张票据 所以才会有 我们397页的 应收账款 转为应收票据 所以应收账款 跟应收票据 其实是什么 可能就是 应收账款转出来 就那个 开成一张票据 而产生的 应收票据 所以呢 应收票据 跟应收账款 我们通通合在一起 叫做 应收款项 评价 好 所以他评价方式 就会跟 应收账款一样 前面讲的 或者是 这个帐铃分析法 好 应收款项的 帐铃分析法 还有呢 就是这个销货 百分比法 一样 好 所以这边 他这边有特别再去提 应收票据的一个valuation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后续的应收 账 应收票据的处理 第一个 我收到 收到钱的话 好 收到钱的话呢 你可以看一下 11月1号 假设我收到钱 他现在的这个例子是说 我在票据的到期日 看一下呢 在398页 owner of not receivable 好 他这边讲说 假设这个W公司呢 他持有一张 10万块欧元的票据 好 然后呢 他的发票日是6月1号 然后呢 这个日 那个什么收付款呢 5个月之后付款 然后票灭利率是9% 好 那我们先去算呢 5个月之后 我会收到的利息是多少 所以1万乘上9% 好 我们的利息的算法 票面金额 乘上票面利率 乘上复习期间 还是占了5个月 好 5个月后到期嘛 所以5个月 所以你可以算呢 1万乘上9% 除12乘5% 所以我的利息是375块 好 所以11月1号 我收到现金是10375的话 我有代计印利息收入375块 那是我收到钱 如果我没有收到钱的话 我也可以先写这样的分路了 不管他有没有收到钱 我可以先写这样的分路 再冲销也可以 因为收到钱我的印收 利息也冲销完了 我实际上收到的金额 好 这是398页 那这里也告诉你说 假设 我是6月1号收到 但是呢 我的年度结束日是9月30号 所以你要先去算 6 7 8 9 4个月的利息 那4个月的利息 因为我还没收到钱 所以我是 因为他还没到期日 所以还没收到钱 所以是借印收利息 在339页 假设他的年度结束日 是9月30号 所以他先去算 4个月的利息收入 但是还没收到钱 所以是借印收利息 好 所以4个月的话呢 就是300块 那等到11月1号 收到的时候呢 一样收到是10,375 那其中有10月份 一个月的利息 10月份一个月的利息 就75块 所以我一共会收到的 利息的 我所谓全部收到的现金是 票据本身的1万 再加上5个月的利息 但是这5个月的利息里面 只有1个月是我叫做 利息收入 其他的4个月 是我9月30号之前 就已经承认的 印收利息收限 好 这是399页的第二个分路 告诉你说 假设一样 我在6月1号收到这张票据 然后呢 5个月后到期 然后呢 但是我9月30号 就是我的年度结束日 年度结束日 就要做调整 所以我要先调整 这张票据 4个月的利息 那因为还没收到钱 还没到期日 还没收到钱 是正差 所以我叫做 印收利息 等到这张票据到期的时候 我会收到 5个月的利息 5个月的利息里面 4个月是 前面 6月1号到9月30号 已经承认的 印收利息的收限 只有10月份 这一个月的利息 才叫做 利息收入 这是399页所写的 分路 那万一到期 对方不付钱呢 好 Dishonored呢 好 那这看一下呢 它会出现的 就印收账款 代方科目一样 代方科目是一样的 好 那你会借印收账款 就是我们这边所写的 好 那接下来呢 这是印收票据的问题 到这有没有问题 就跟我刚举的例子 其实是一样的 好 所以你可以比较一下 收到钱跟没收到钱 只有借房科目不投 好 这是我们前面所讲的 那后面呢 还有一点小小的地方 好 其实我们在讲 存货的时候 没有去讲到 存货周转率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印收账款周转率 你也可以去推 就是你也可以去联想 跟存货周转率的意思 印收账款周转率的意思 是什么呢 我的一年里头 我产生印收账款收限 又产生印收账款的 次数有多少 就这样 应收账款周转率 好 也就是说 我东西卖掉了 我讲的嘛 一般来讲 通常是奢销 会产生印收账款 所以我东西卖掉了 产生印收账款 好 那我会收到钱 然后我又把东西卖掉 又产生印收账款 又收到钱 所以这样的循环 次数 一年里头有多少次 就叫印收账款周转率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我印收账款周转率的计算公式 它怎么算 它的计算方式呢 也就是我一年里面产生的销货 进额 因为你的销货进额才会产生印收账款 好 如果你折扣了 或退回折让的话 你的销货收入就会减少 所以请你记得 我的分子是印收账款 我的印收账款一年里头 对不起 印销货进额有这么多 那我印收账款的余额有多少 好 所以我有个什么 平均的 因为期初加期末 平均的印收账款 期初加期末 印收账款的余额除以2 我们叫做平均印收账款余额 也就是说 我的奢销金额里面 我们讲的基本上 大部分的销货都是什么 奢销为主 所以销货金额里面 有多少是印收账款 重复来回几次的 所以我们叫做return 好 叫做印收账款周转率 return over 好 印收账款周转率 那印收账款周转率的意思 就刚刚讲了 我的销货金额里面 产生的印收账款 这样子来回几次 好 那其实算这个印收账款周转率 也好像感觉不出来 它的目的在哪里 好 那我刚刚 我最后重点就后面了 那我的收限天数 印收账款的收限天数 一年365天 我周转了几次 所以很简单 我的days of collection 我印收账款收限的天数 就是我的什么 turn over 去除365天 也就是365天 我周转了十次 换言之呢 就是 我的印收账款收限天数 就是36.5天 会收限 就是说 我产生印收账款之后 多久会收到钱 好 所以365天 去除我的印收账款的周转率 周转率就是 一年里面 印收账款产生收限 产生收限 产生收限 这样的次数 有多少次 那我算这个干嘛呢 重点就要算 那我的印收账款 持有多久才会收到钱 持有多久才会收到钱 好 所以呢 这个目的就要算 那如果说呢 别家公司 同产业的 其他公司的印收账款 他大概十天就收到一次 就收到钱了 那我的印收账款 要经过36天才会收到钱 那表示我收限的时间 太长了 相较同业就太长了 好 那太长有什么缺点 会有两个 第一个 时间越长容易 夜长梦多 夜长梦多就是什么 人家债务人跑掉了 不付钱了 所以容易有 呆账的产生 第二个 也就是说我太多钱放在外面 没收到钱 可是你要记得 我要付钱还是照付 我要付员工薪水 如果是周薪的话 我每个礼拜都要付薪水 所以我的现金的流出 是有一定的需求的 那我收到的钱 如果来不及应付我支出的需求的话 我变成要去跟银行借钱 要不然我怎么会有钱去付 这些该付的支出 所以你就会产生资金的压力 所以 印收账款收限天数 其实在提供管理者 去评估 你的印收账款收限天数 是不是适当 但适不适当 但就是比较来的 好 自己跟自己以前 现在的印收账款收限天数 跟以前比较 或者是跟同产业比较 好 那但天数太长 有它的缺点 但是 如果为了要缩短我的收限天数 通常你会怎么做 就给现金折扣啊 你如果说给现金折扣给的太 太好或太多的话 是不是会导致你收到现金比较少 好 所以你要去拿捏 这个其中的关系 那或者是说 我的资金呢 刚好收跟支是能够什么 是刚好 如果收到的钱 刚好可以支我的支出的话 那 我 我收到现金要36.5天 那我就想办法 我要付给人家的时候 最好有40天 好 就是我40天才要付钱一次 好 这个就会产生 应付账款周转率 应收账款周转率的目的是要算 我收限的天数 那应付账款周转率要算的是什么 我付钱的天数啊 我欠人家钱 多久要还一次 也会产生应付账款周转率 好 所以应付账款周转率 就是我要 我的欠债 我的账款 多久要还一次 几天一定要还 如果我还的时间是15天 而我跟人家收到钱 36天以后才会收到钱的话 那我就会有资金的缺口 那钱 没有这个资金 收到了钱 比我付出去钱还慢 那我就会有缺口 资金的缺口 你知道什么 跟银行先调度啊 先跟他做借钱啊 你跟银行借钱 当然你就会产生什么 利息费用 好 所以你就去评估 那你是不是要让你的 应收账款的收限天数减少 或者是缩短 或者是让我的应付账款 付款的天数增加 好 那当然你应付账款 付款天数如果增加 很可能就是 如果对方有给你现金折扣 你就会失去了 现金折扣的争取啊 所以 这个就是你在管理上面 要去评估的 好 所以应收账款 收限的周转率 应收账款周转率的目的 是要算他的收限天数 算他的收限天数 那算他的收限天数 当然他就有他管理上面 或财务分析的价值 那事实上如果大家回忆一下 我们再讲 营业周期 跟会计期间 有没有讲过 我们一开始 在上学期 一开学的时候 就跟大家讲 营业周期 会计期间原则上 要跟营业周期是配合的 好 那因为会计期间就要算 我这段期间赚多少 收多少付多少 所以这个中间的 收跟 收入跟支出的中间的差 就应该是 理论是我赚的 赚的话呢 当然我就 就是我的财务报表 损一表去报导的 所以我们有会计期间 那会计期间的设计 其实理论上会跟 营业周期是配合的 因为营业周期是什么 我现金出去 到我现金回来 我100块出去 回来是120块 我就赚了20块 跟我的会计期间的 损益的汇总是不是类似 所以我们当初讲说 运收 会计期间 会跟营业周期是配合的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说 如果你的营业周期 比一年还长 我们以营业周期为会计期间 如果你的营业期间比一年还短 我们以一年为会计期间 所以这样的结论就是 会计期间会比一年还长 但是不会短于一年 最多是等于一年 这是我们在讲 会计期间跟营业周期的时候 那营业周期是指什么 现金出去到现金回来 那现金出去 我买存货 我买商品 我不是要付钱吗 好 所以我会有 我的存货周转率 存货周转率就是 我买进来的东西 多久会卖掉 就是我的销售天数 我买进来的东西之后 多久可以卖掉 卖掉之后呢 我不是立即收到钱 我会先产生应收账款 所以我在应收账款 会收限天数 所以我的存货的销售天数 加上应收账款的收限天数 就是我的营业周期 我现金出去 买东西是不是付钱出去了 然后我再把东西卖掉以后 收回来现金 是不是一个operating cycle 叫做营业周期 那营业周期 我们刚刚那时候讲的是一个概念 那你可以算 可以算啊 当我们有算得出来 存货的销售天数 我也算得出来 应收账款的收限天数 两个加起来 就是我的营业周期 这样清楚吗 所以这个你可以做什么 我们可以做 营业周期的计算 当然还有个进营业周期 意思是什么 我卖给人家东西 会产生应收账款 好 那经过多少天 我应收账款才会收限 那相同的啊 我跟人家买东西 我也不会一手交情 一手交货啊 所以我有可能会产生应付账款 所以我刚刚是不是讲 应付账款 我也有负限天数 所以我的营业 进营业周期的计算方式 它的 或者叫做 它的那个公式 就是 存货销售天数 加上 应收账款 收限天数 减掉 应付账款 负限天数 因为我没有那么快付钱 所以我就把 应付账款的付天天数 扣掉 就是我的营业周期 好 这是营业周期的计算 好 因为这边有讲到 运收账款周转率的计算 好 我们说了 运收账款周转率的计算 其实最重要的目的销算 我的收限天数 好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401页 它是不是什么 Net Credit Sales 它的公式 公式呢 就是 奢销金额 当然有奢销 才会有 应收账款 限销就没有应收账款 所以当你的销货记录方式 可以得到奢销金额 那当然用奢销金额去计算 会比较精准 那如果没有我就用销货金额 那分母就是平均应收账款 那平均 简单平均 其出加其末的应收账款余额除以2 就平均应收账款余额 就得到我的应收账款的 Turnover周转率 好 这个周转率的目的要算什么 我的收限天数 好 所以呢 课本上面的Electration 八支十一算出来 那我的应收账款周转率是12.8次 一年 应收账款产生收限产生收限 有12.8次 所以12.8次 相当于多少天会收到钱呢 就是28.5天会收到现金 就是应收账款收限天数 好 那 刚刚有讲到 存货的销货天数 怎么算 存货的销货天数 好 Turnover 好 因为存货那时候我们没有特别讲 那既然我们想到应收账款的 收限 那个周转率 我们就可以顺便讲 存货的周转率 所以呢 它的分子就是什么 Cost of Brazil 销货成本 一样去除平均的存货 平均的存货 就得到存货周转率 那存货周转率算出来之后 重点也要是 要知道说 我的存货 买进来存货多少天才能够卖掉 所以一样365天 然后除分母 分母就是什么 平均应收账款 对不起 下面是 这个存货的周转率 只是把这个例子里面 把它分母改成存货周转率 就可以得到 我买进来的商品多久可以卖掉 好 就是存货销售天数 好 所以这是运收账款 收限天数 存货销货天数的计算 这样清楚吗 所以我们这学期呢 应该会有一个比较有趣的 例子就是 我们会讲那种财务报表分析 到时候这些比例都会用上去 那有这些比例之后 你去推出来 你的损益表会长什么样子 运收账款 那个资产负债表会长什么样子 有很多的情况之下 我都把这些数据给你 比率都给你了 那你要知道这些比率是什么关系之间去算出来的 那你再去推它原来的账上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情景 余额出来 好 这是最后一个章节里头会去想的财务报表分析 好 那这个 它就是让你了解这些科目之间彼此的关系是什么 好 这是财务报表分析的目的 好 这是我们的那个 后面有关于这个分析财务报表分析里面 这个表达跟它的分析就四百零页所写的 八之一呢就要算我们的运收账款周转率 好 运收账款周转率 第一个 我们刚刚是不是讲了 从它的公司里头放吗 我的Next Sales 我的Next Sales 你可以看 我的销货收入有331万5千 好 所以是331万5千 去减掉我的销货退回 销货退回有5万 所以我的销货进额 去除我的平均运收账款 期初是96万 好 在这边期初是96万 期末是这个数字 所以期初96万 加上期末的1327,000 除以2 就得到我的应收账款周转率 税是96万加上331万5千 除2 税是200 213万7千5百 然后呢 我的 对不起 应该按错了 我没有除到2 重来是96万 加上132万7千 除2 好 114万 怎么会200多万 一看就觉得不合理 是114万 3500 好 要重复计算 有它的好处 因为要不然看起来就很奇怪 1327 除2 好 1143500 那我的分子呢 就是326万5千 好 去除 114万 3500 所以得到2.855 那问你收线天数的话 就是365天去除2.855 所以我的应收账款的收线天数 好 再算一次 3265 除114 3500 好 2.855 所以365天去除2.855 所以呢 我要128天 127.8 所以相当于128天 我才可以收到 收到钱 好 这是应收账款 收线天数 这是Proven的8GEA 好 我整个就讲完了 他说计算呢 应收账款的周转率 好 好 所以呢 对不起 这边 对不起 这边我错了 有个地方我错了 我这边呢 应该是指 应收账款的 净额 我漏掉了 背底带账的扣除 好 所以对不起 这边是我错了 好 因为我要把 应收账款减掉 背底带账之后的金额来算 所以看一下呢 期初是96万 减掉66,000 所以是894,000 好 因为期初减掉 应收账 背底带账 894,000 加上 加上期末 应收账款是132万7,000 减掉 12万5,000的 背底带账 所以是102万 120,000 120,000 120,000 2,000 的 应收账款的 余额 好 除以2 好 所以加上 894,000 除2 所以是104,000 8,000 326,000 除以104,000 所以是3.115 3.115 好 所以 365天除3.115 所以是什么 117天 但是因为它也除不进啊 点 2 左右 所以相当于呢 118天 好 这是应收账款 收限天数 是将近要 100多天 将近要几个月 4个月才收得到钱 好 那大概4个月 收到钱会不会太长 好 我说了要比较 如果同产业 很正常 大概呢 大概180天才收到钱 那么118天 还算是很快收到钱 也许我可以 让我的客户呢 更 就是 更长的 付款期间 也许会 诱使他跟我买的东西 会多一点 所以这个 就是管理角色 再去做你的评估了 好 这是Proben的8GEA